郭文貴議員 主席 立法院各位同仁 報告全國同胞 本席來自台灣東部的宜蘭 中央政府長期以來 縱西青東 我今天特別把我辦公室的 台灣省的公路地圖 帶過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縱西青東的結果 造成台灣嚴重的城鄉差距 也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 宜蘭縣花蓮台東 我們的財政負擔 是全國最高的 包括各位全國同胞 西部 有兩條 台鐵 一條高鐵 有縱向的兩條 國道一號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有橫向的五條 國道二四六八十五條 還有十六條 快速道路 還有密密麻麻的省道 東部呢 只有一條北迴鐵路 還有一條小段的國道五號 目前南港到四號 總長五十四點三公里 沒有一條快速道路 整道也是寥寥可數 斷斷續續 大家知道 台鐵最賺錢的是哪一條鐵路 北迴線 霧點最多的是哪一條線 北迴線 來不到車票最多的是哪一條線 北迴線 國道裡面最塞車的是哪一條線 國道五號 實施高承載管制的是哪一條線 國道五號 今天 交通部 從我本席 上任以來 我在這裡也好 在委員會也好 一再執行 交通部一再說謊 一再欺騙 藐視國會 現在 國道五號 的計程收費 本席在這裡 嚴正提出 目前的國道計程收費 不公不義 不公平 沒有正義 這個已經嚴重到 變本加厲 剝離東部人的潛力 現在的計程方式 如果實施的話 原本 單程依然到台北 只要四十塊 實施之後 最長將近一百塊 至少都要五十塊以上 但是 國道二、四、六、八十 仍舊不用收費 國道五號 已經收費了六年多了 已經收費六年多了 公平嗎? 合理嗎? 純顏 又 róż banking 那過去 可能 凡